有關走數的問題 推出了這段時期 整體來說 我相信 我看到 都是平穩有序的 而市民也都是逐步適應了 無論是外賣 或者是用餐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走數的要求 我也都看到 有很大部份的市民 包括有些報道的六七成 在他們堂食或者外賣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不要一些 積氣的一些工具 也都看到 在購買一些可從用的 個人工具增加了 這個我看到 我們最希望發生的市民 在日常的生活 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 既是可以 可以做到他們希望做的事 同意說 所影響的 也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過程裡面 當然是會有 不斷優化的空間的 我相信 無論是經營者 又或者一些替代品的提供者 都會不斷地去 強化這方面 所可以做 以及可以提供的不同的替代品 有關於堂食或者外賣 當然 社會上有討論在食肆牌照方面的規定 以及我們現在在走數方面的規定 有一些解讀的方法 市民是想清楚一點的 環境的生態局局長 已經多次做了解釋 他們都會繼續去跟大家去解說這方面的 一些實際運作的情況 我們要明白 不同的法例 它針對的目的都不一樣 但是在走數方面的法例規定 環境及生態局長 會繼續跟大家解釋 至於我們在運作了現在 有罪進行 我們會留意著 真正正正市民在適應我們 第一階段的走數措施的情況 還有在替代品供應等等方面 那個實際情況是怎樣 才決定我們下一步是怎樣做 我也都講過 我去考慮怎樣去推進這件事情 必須要考慮社會的替代品足不足夠 還有它所需要的一個價格 是否我們市民可以適應 我們是會有罪推行的 大家看待在屏幕中 我會按照你的 重量排當然 社會的即可 有聲明 就不可以解釋 屏幕全都是 屏幕全都 屏幕全都 是屏幕全都 屏幕全都